据了解,贵中美人中的王守成是一个坚定宦官,为了报灭门之仇,为了完成丘妃心愿帮其子张王礼凑登上皇位,不惜与相伴长大的皇帝之己李涵反目成仇,兵戎相见。 在历史上,宦官王守成看到,登上帝位的文宗完全不像他前面的几位皇帝。 文宗不仅注重节俭,还积极隔出朝廷上下盛行的奢靡之风。 让王守成感到不安的是,文宗即位不久,就开始举行科举考试,为国家招募人才。 大和四年830,文宗任命宋申熙为宰相。 宋申熙在朝臣中以清正连结布节党营四文明。 基于这一点,文宗秘密得将铲除宦官的重任落在宋申熙肩上。 这件事引起以王守成为头子的宦官集团的警惕。 王守成认识到,要免除后患,就必须在文宗身边安插心腹,控制他的行动。 大和八年834,王守成借机将心腹郑住李迅举荐到文宗身边,做文宗的贴身侍卫。 王守成以为,从此以后文宗的一举一动都难逃他的掌控。 文宗也不是无能之位,从郑住李迅来的第一天,他就清楚王守成的用意。 在和这两人的相处中,文宗发现他们都对朝政时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完全可以为自己所用。 为了赢得王守成的信赖,迅驻两人先后贬折了左神策中尉为元素,疏密使杨成和吉王建炎。 但随即发觉如此一来等于让王守成独揽所有军政大权,随后又让肃于守成有嫌隙的宦官求是良担任左神策中尉,以分化齐权。 王守成对此颇为不满。 不久李迅丰相,任命王守成为左右神策军官军容时,名义上这是神策军中的最高职贤,但只是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名誉值。 王守成被彻底剥夺了兵权,有了神策军作为后盾的文宗,岁于大河九年八百三十五年十月,命令宦官李豪古带着独久前往王守成宅地,秘密担杀了他。 不久其帝王守绢亦被文宗派出的人马所杀。 王守成死后仅一个月,便爆发了著名的甘露之变。